很多人喜欢红匪 但是很多红匪是烧红的 不是天然红匪 这一期给你们开一个小价位的红匪 也是给粉丝开的 完了之后呢 让你们看一下天然红匪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达马卡的碎石 非常非常的细 看到没有 典型的这种皮壳 油性非常的足 看到没有 一样灯来开的话 整个都是红的 那怎么区分 是天然红匪呢 还是烧红的红匪呢 我告诉你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天然的红匪 它油性足 它没有那么干 然后烧红的红匪 它是非常非常非常干的 这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区别的方法 而且非常非常实用 记好这个点 废话不多说 这个东西小价位的出牌的 或者出牌的 简单都是赚的 出牌的也赚的 怎么开都是赚的 这个东西 已经没有任何薄性了 因为性价比高 所以说玩翡翠 品质确定了 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如果说你买贵了 这个东西它百分之百卡 如果说你买的性价比高 你怎么开 你闭着眼开就好了 它不会狂 这个问题废话不多说 现在开干 开给你们看 这个小价位的洪水也开完了 开着大床再过来 看到这个雾层了吗 它发那种红的和金黄色 油性非常足 这个出牌子可以出好多的 整掉一个摆件也是可以的 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小价位就太小了 小万给顾客的 这个东西怎么开它都是长的 所以说一点点风险都没有 因为什么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好 飞驰出品比你精品 下一期带你们开更美的货 喜欢飞驰的 别忘了 上去一家外卓 爱你们